赛博朋克2077发售于2020年12月10日 如今过去了快三年时间 首发时的赶攻上架让本作饱受争议 尤其上时代主机版的表现惨不忍睹 以至于PSN商店将本作数字版暂时下架 中间游戏经历了多次更新 大多数是小修小补 以及作为免费DLC的各种新武器 修改一下专长数 偶尔加一两个新任务 在2020年通关游戏后 我再回去玩主要也就是为了实验一下各种mod 资料片级别的更新是等了一年又一年 去年9月6日 也就是《边缘行者动画》上线前的一周 CDPR才公开了资料片《往日之影》的存在 对游戏内容的解包显示可能会添加新的结局 而且CDPR表示 这将是2077唯一的付费资料片 我也不禁有些期待 它会如《时之星》或者《雪鱼酒》那般优秀吗 《往日之影》彻底放弃了上世代主机 兴许能看到更多的大场面 或者之前因为要照顾老机器性能而被砍掉的功能 如今资料片中与上线 倒也满足了一些我当年的期待 与《往日之影》同期上线的 还有游戏的2.0更新 之前玩家们希望2077加入的功能中 呼声较高的就有车辆追逐站 与警方响应系统的修改 之前这些玩法主要还是靠mod才能实现 其实一开始CDPR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做这些内容 假如你运行没有打首日补丁的出版游戏光盘的话 这个早期版本中 你甚至能在街头碰到巡逻的警车 显然CDPR一开始也没打算让警察都是顺移过来的 但正式版中将其删除 应该还是上市带主机带不动的关系 在2020年游戏上市那会儿我做的视频里 还测试过用出版Xbox One进行游戏是什么效果 在城里开车经常会出现长时间的静止载入 路人和车辆都很少 巡逻车开着开着因为内存不足直接消失就挺出戏的 删掉倒也正常 毕竟用Red引擎来干这个本来就挺勉强的 当时我还想 要是2077直接不出上市带主机版 再晚个一年上市也不至于被骂得这么惨 虽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那会儿次世代主机因为芯片产能的问题 出货量不够 普及速度较慢 而且CDPR的股东们也不可能允许丢掉市场那么大的上市带主机 同时还继续跳票的 如今拖了快三年 抛弃上市带平台后 倒也终于不需要借助MOD就能实现车辆战斗与警车追逐了 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很关注2077的话 应该还记得游戏发售前有个CG预告里 为已开着跑车向外扫射的画面 现如今在2.0版里 你也终于能开着时钟剑一类的跑车玩这么一出了 驾驶这类车辆枪时 剪刀门还会自动抬起 非常的酷 用车内视角这么操作确实挺有感觉 不过2.0里的车内视角和驾驶手感依旧不算好 感觉后续还是得靠MOD调 各个属性的专长数下都多了车辆相关的专长 比如跳车滑铲 车辆遥控之类的 遭遇追击的时候黑掉对方的车辆让其自爆 还是挺有看门狗味的 为了配合车辆战斗的新玩法 还添加了在路边随机生成的偷车任务 要你偷的车也是随机的 很多时候就是一辆帮派分子的破车 你最好在上车前先干掉附近的敌人 万一他们把车胎打爆了的话 会让你把车开到指定地点的过程有些痛苦 尤其这类任务有时候会给你个次要目标 比如客户急着要车 你得在限定时间内抵达目的地 或者你得把车完好的送达 到了终点会有个战利品箱子 里面会有购车折扣 制作材料 武器以及配件 作为无限生成的马桶任务 奖励倒也还行 2.0里还有个不错的改变 就是你终于可以网购车辆了 在任何联网的电脑上都能买 往日之影中增加的一些新车 还得靠多完成偷车任务 掌掌你在老船长那儿的声望才能解锁 而新的执法当位响应机制 也给你的夜局成日常 增加了点新的娱乐方式与挑战 从一开始派无人机 到巡逻车 SUV 设置路障 坐装甲车的特勤小组 一直到最后的五星通缉 乘坐浮空车抵达的爆孔机动队 新版的警方火力超强 到后面还会尝试黑掉你的车 迫使你步行作战 强度其实挺高 还像以前那样对枪的话 凶多吉少 不过反正也没有任务 会要你和警方发生冲突就是了 与NCPD周旋 一般也就是玩家等级较高之后 闲来无事进行的娱乐消遣活动 还有个细节是 不同区域的执法单位是不一样的 城区的自然是NCPD 在郊外恶土犯事来收拾你的 则是军用科技的部队 在狗阵内则是幽名犬部队 只不过五星通缉后 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呼叫爆孔机动队 毕竟赛波精神病 还是得让专家来对付 我上来使用的是2020年的老存档 那个档里地图上的支线和委托 基本已经清完 就留了个去找华子的主线 进去一看技能点数全部重置 研究重新加点着实花了点时间 发现整个玩法机制都有了不小的变化 比如多数衣服成了纯外观 虽然有的也带点属性 但基本上无关痛痒 一体植入成了主要的护甲获取方式 还有的新专长会增加一体槽 和身体能承受的上限 提升上限的perk就叫边缘行者 用的还是大卫的图标 使用这一perk后 能把身体推向极限 有时在战斗中会进入类似赛波精神病的状态 画面变黄 耳边会出现呼喊和笑声 不过你的行为并不会失控就是了 原本占了不小比重的生产制造相关专长 基本也被删掉了 相关内容大幅简化 武器品质现在主要分为12345个阶级 分别对应白绿蓝紫橙五种颜色 相应分接的武器只需要对应的单一材料就能制造 换算关系是五个第一阶级的能制作一个高一阶的材料 枪近战装备武器插件 黑客足件 只要有图纸就能手搓出来 不过只有带描述的不朽装备可以升级 既然删了一些专长术 自然也给别的新专长留了位置 近战武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还加了不少处决动作 太刀可以反弹子弹 大锤可以正翻全场 之前感觉没啥用的单分子线都获得了加强 图标还被改成了边缘行者李露西的样子 不过就像你们知道的那样 我比较喜欢打枪 虽然现在的近战流伤害可观 也挺具观赏性的 但我还是习惯用技术类武器穿墙 然后补血药和手雷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是纯消耗品 而是有充能冷却时间 比如手雷能带三个 但是扔完了之后得等冷却补充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能在身上背一大堆 一个劲儿的扔就完事 科药回血也同理 还有些新专长能增加手雷和补血药的补充速度 游戏在玩法和平衡上做了很大的调整 不用老后上来一开始挺不习惯的 重新加点后的第一场战斗 遇到路边的一帮胡爪帮居然都还打了有一会儿 于是重新独挡加点 逐渐习惯新的机制后 倒也觉得战斗比以前更好玩 也更具挑战性 任务日志现在也更加直观 你距离任务地点有多远 涉及的人物派系都会告诉你 与NPC发短信的时候 对方还会显示输入中 这类提升体验的小改进都挺不错的 另外游戏中还增加了两种阶级小游戏 一个是扮演创伤小组 那次魂斗罗的横板射击游戏 你打的分足够高的话 还会收到创伤小组的招募信息 我这里就是找个有直升机的点 因为直升机上会无限出兵 在射击键上压个重物就完事了 等半个小时就能到排行榜第一 不过因为你有犯罪记录 而无法加入创伤小组 他们转而给了你点纪念品 创伤小组制服 和一个能在你公寓里飞的浮空车模型 还有一个新的阶级叫荒板塔3D 整个以德军总部3D的翻版 那个著名的FF-06B5谜题的劫法也隐藏其中 下面终于要说这次的主角 往日之影了 名叫百灵鸟的黑客通过RELIC联系上了Wii 说知道你的处境 并且有办法救你的命 不过条件是你得先去救新美国总统 他们的坐机空天一号被黑了 即将迫降到狗阵 而且上来还帮你解锁了RELIC专长数 需要从专门的军用科技终端上下载获取RELIC点数 用于升级 话说RELIC芯片不是荒板做的吗 居然可以用军用科技的固件升级 RELIC的相关升级也挺好用的 对我这种传统打枪爱好者来说 最常用的应该也就是标记出 敌人弱点缺陷的解析能力 攻击缺陷还能引发爆炸效果 往日之影的主线一股子叠战片的味道 在预告中你也应该注意到了 你这次还多了个变形一体面具 能改变你的外貌和行为特征 让你完全伪装成另一个人 这不叠中叠吗 剧情其实也不算复杂 就是旧总统找出幕后黑手 狗阵是个独立于叶之城的地方 这里被一个自立山头的前军用科技军官所掌控 NCPD和公司狗是无法从正门进去的 狗阵地方不大 但这里的建筑细节和杂物比本体要多 因此配置要求有所提升 我的电脑是13900K加4090 开路径追踪 画质选项无脑拉满 开DLSS 在狗阵逛大概80帧左右 我还在9700K加2070S的老机器上试了一下 1080P不开光追 体积物条低 开DLSS 在狗阵多数时候可以保持在60帧以上 最低会掉到40多 我还从CDPR毛了一份PS5版做测试 相信多数人玩的时候都会选择性能模式 好歹60帧 而且还挺稳定 光追模式锁30帧 对于第一人称游戏来说挺难受的 这个模式就比较适合拍照 如果你有台装有4090显卡的高配PC 那么开路径光追玩2077 会让你觉得这显卡买得值了 这几年老黄一直把这游戏当作新技术的实验田 双方的技术合作很多 NVIDIA官方号直接这样说 光追拉满的话 整体画面质感的提升确实非常显著 剧情演出的时候没碰到bug的话 代入感是非常强的 画面这块确实可以用牛逼风了来形容 就是晚上黑的地方更黑了 有时候得把干嘛值调一下 相信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2077依旧会是常驻的硬件跑分测试项目 我打完资料片的主线支线 试完几种结局 加起来的游玩时间超过了25个小时 这个长度也可以了 为从夜之城里四处找活干的佣兵 变成了一个联邦情报局特工 CDPR在演出上下了更大的功夫 你的不少时间会花在看剧情和对话上 伊德瑞斯28扮演的李德特工 在这个世界观中一点都不觉得突兀 配音也很强 整个故事的节奏上比起爆米花电影 其实更像一部电视剧 资料片的主线到了后期会有一个分歧点 根据你的选择会进入两段完全不同的流程 不仅去的地点不同 关卡的玩法也很不一样 一条线会前往轨道航空的火箭发射场 颇有点影重重里在机场摆脱CIA追击的味道 我仿佛能听到那熟悉的BGM 随后一路密集的战斗 又颇有007的风盘 而另一条线则要截车队 随后进入地下深处的废弃军用科技设施 你在这里不需要打架 而是要和一个会钻通空管的机器人玩捉迷藏 你的武器对它无效 它对你则一击必杀 因此突然就变得有些异形的味道 往而之影本身有四个结局可供选择 最重要的是还给V增加了一个新结局 相关内容我已经单发了一个视频 这里我就不止截剧透 和本体原有的结局相比 虽然V迎来了不同的命运 但在感情上给我带来了更大的冲击 想起了当年游戏刚开始时 中间人德克斯特对我说的话 他其实也没有给你别的选择 在夜之城想扬名立万 一举成为传奇人物的小年轻不要太多 你不干有的是愣头青睐 但新结局却给了你不同的选项 虽然也算不上什么happy ending 编剧应该也是有意为之 在赛博朋克世界观下 哪有什么完美结局 这又不是起点爽文 这个带点后日谈性质的结局 至少让你知道 假如没有你的干涉 本体的主线故事会走向何方 另外狗阵里的委托任务 我觉得还是挺值得一提的 2077本体中的委托任务通常非常简短 基本上就是杀个人 拿个东西或者救个人这样的差事 中间人告诉你地点在哪 进去几分钟就能搞定 但是资料片里新增的委托长了很多 你还得去找委托人面谈 他们会讲述自己的经历 找你所为合适 有时经过调查 找到目标人物后 还能和对方聊不少内容 听听他这边的版本 你也可以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对于展现这个世界观下的人生百态道 也挺有帮助 有个任务给我的印象很深 有个恐怖组织的年轻妹子叫内来 良琴发现想要防止一场 针对公司的恐怖袭击 她不想再看到无辜的人受害 让你用她给你的一个分离芯片 去上传个软件 阻止网络核弹 强尼对此不屑一顾 就是因为这种软弹 才让大革命原地踏步 任务搞定 来到截头地点 把分离芯片还给内来 这个时候生物技术公司的特工出现 并围了过来 要将她逮捕 原来这妹子之前策划的爆炸案 害死了30多人 尽管她说这并非她的本意 但我还是当场就把内来给卖了 切割得干干净净净 妹子被公司带走了 中间人对此有些不高兴 并讽刺道 你就那么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吗 不觉得冷吗 毕竟我们这次的客户是内来 不是生物技术 但还是转给了我点工钱 突然我感到有那么一丝后悔 在这种不存在司法正义的地方 把自己的客户亲子送上绞刑架 真的合适吗 内来也不过是想自我救赎 弥补自己的过错 兴许她以后能救更多人的命 当时以Wi的实力 干掉几个公司特工不在话下 但我没有独挡重来 也许我只是不爽被蒙在鼓里罢了 从往日阵营我们能看出来 CDPR在未来作品中的发力方向 那就是在演出上下更大的功夫 这个资料片的媒体均分为89 在收录的媒体分中 只有一家打出了差评 仅给了十分质的3.5分 于是我就看了一眼 PC Invasion的这篇评测 原因还不是恶性bug卡关啥的 而是对偏线性的流程感到失望 觉得这更像个纯看剧情的 高配文字冒险游戏 而不是RPG 你的自由度太低 真正有意义的选项太少 显然他指着这个资料片 能向游戏发售前的承诺那样 搞个网状叙叙出来 比如Wii怎么就不能和狗振的军阀 同流合污背叛总统啥的呢 按照目前CDPR剧情 演出拉满的趋势 哪怕编剧能写出来 制作成本和时间上 应该也不太允许 再做出来一条单独的线 这个分数就当作是 RPG老S在泄愤吧 至于往日之影的可玩性 狗振在场景搭建方面 比本体的城区也更加用心 这里虽不像夜之城主城区那样 高楼林立 但你能前往的地形其实更多 整张地图都显得更加立体 在狗振随机掉落的空头 给了你除了轻任务外 探索这个区域的又一个理由 尤其对于初期的角色来说 空头箱是很不错的武器材料 经验与金钱来源 因为只要在狗振闲逛 这玩意儿就是无限刷新的 这片不大的区域 也埋了不少彩蛋来着 光体育场的商业街 这一小块地 我就遇到了至少三个 比如在这说着波兰语 在卖超梦的CDPR创始人老马 他卖的部分商品 明摆着就是在 借他CD Project这些年发行过的游戏 从早年的博德之门一 到巫师王权引落 2077都有 在武器商店还能看到一个 写有献给Wik先生的武器箱子 银手还会冒出来 对此发表简短的评论 还有一个彩蛋 相信不少人也已经知道了 CDPR把已故玩家千丝胡 做到了游戏中 还给人在运营他店铺的母亲 寄去了一份纪念品 千丝胡和杰克一起坐在面摊旁 背景的招牌写着 Never Fade Away 主食有心了 如果你不知道千丝胡是谁 请自行搜索这个名字 也是个挺感人的故事 这里我就不再赘述 往日之影 加上2.0更新 让2077变得更加完整 可玩性有所提高 但依旧和很多人想象中的游戏出版 有所差距 飞行车辆依旧得靠默的实现 宣传CG里再次出现了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但游戏里依然只是个 快速旅行点 虽然应该也没几个人 真的会把这玩意当作 主要的通勤方式 但很多人的态度是 我可以不做 但不能没有 2.0更新后 也多了一些新bug带修复 很多人都碰到了 无法打电话 导致卡关的问题 我在整个资料片的游玩过程中 很幸运的 并没有遇到太多bug 比较乐的也就被击杀的敌人 还在播放着欺负平民的动画 以及NPC在大门紧闭的热狗店里 朝着他压根就看不到的V打招呼 总体来说 我对2077的这最后一次大更 还挺满意 以至于我又开了个 公死狗的新档 想重头玩 毕竟路径光追真的牛逼 你们信我 这是目前唯一能发挥 我4090真正实力的游戏 而且这次更新 加的三个新电台 我都还没怎么听 话说游戏刚出那会儿 大家以为付费资料片的内容 会把蓝眼睛的坑给填上 或者让玩家有机会 登上荒版的航母 大杀特杀 毕竟概念化早就有了 结果这些坑通通还没有填 只能报希望于续作了 根据本财年第一季度 投资者会议上透露的消息 赛博朋克2077的续作 将交由CDPR波士顿 和温哥华工作室联合制作 开发代号猎户座 应该会转而使用虚幻5引擎 但正式开工得明年 也就是说咱有的等了 这次换了虚幻5这样趋于成熟 开发效率更高的引擎 续作正式上市时的完成度 应该会更高一些 吧 但愿如此 但愿如此 我是疯猫 下期视频再见